我們的律師 像不像 他的梅林谷 全谷也都 真的 不然官司我要贏 要嘛就贏到底 堅持 如果他覺得這款官司 既然他覺得自己評估 已經沒把握了 他就說輸也沒關係 因為他自己答案 已經先認定好了 他可以接受一些事實 這種就是要拚這麼贏 就是覺得說我這樣要做 我就要做到底 那當輸也不能輸太慘 就是像這種個性 所以他的個性 會比較強硬一點 所以面對這樣的人 你千萬不要激怒他 也不要硬碰硬 你越激怒他 他就好啊 那就來拼喔 我沒再怕 就像這種個性呢 有時候你看他 可能外表很溫和 但其實他就是 外揉內剛性的 請教一下阿湯哥 什麼手面向的人 他的執念特別深 就是說他做很多事情 他一定要做到成功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他覺得好像我有點失敗 好像我自己是沒有用 所以他有這樣的執念 其實如果往好的方向走 他當然就會帶給他事業 錢財的一種好的一個豐收 可是如果他太負面的話 會把自己搞得很痛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的手面向 有這樣的話 要特別的注意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看一下執著的紋路 好 執著的紋路 要看哪邊呢 就是看我們的智慧線 好 智慧線呢 當然不是說越長你越聰明 但是長跟短呢 代表說你有沒有對一件事情的思考能力 有沒有去深遠的去看待一些事情 如果你的智慧線很短呢 怎麼樣才叫短 如果說你的智慧線可能只有停到中止 這樣畫個規定下 如果只有停到中止來講的話呢 那真的就是短的智慧線 所以智慧線比較短的人呢 通常呢他就是個性比較沒有心機 他想到什麼一個長直呢 就通到底 那如果你的智慧線比較短 或者是你的智慧線比較直 有些人智慧線是這樣比較彎曲向下 可是有些智慧線是直直的 有一點偏向假性斷長的 跟智慧線短的人呢 個性有點雷同 就是他沒有什麼心機的 你跟他講什麼呢 他就是單純的相信 你跟他說 我好喜歡你 我好愛你 他真的覺得他很被受歡迎 但可能你只是在耍他 只是在跟他 可能就是誇獎他一下 但他會當真 所以你不要跟智慧線短的人呢 講一些五四三個話 或是 我們以後要講笑話的時候 等我看一下 看一下 你可以說 那可以 也不要講太過高級的笑話 因為他真的聽不懂 他要的就是直來直往的 你越直接 他越能夠覺得說 對 我就是要這樣子 他也覺得很舒服 你跟他拐個彎啊 然後在那邊 好像怕得罪他什麼的 他不要 他覺得你很假 所以像這樣的人來講 他就有時候太過衝動 所以他不散心計 所以有時候 如果一個事情爆發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很強硬的 要去對抗你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他好難搞 其實不是他難搞 其實他很好搞 難搞的是 心機比較重的人 對到他 真的就會難搞 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看智慧線 那第二個看什麼呢 這個執念的紋路 執念的紋路呢 看哪邊呢 看我們的感情線 如果感情線有分岔 來 我們看一下 感情線那個前面 如果有分岔 前端 就是靠近實質的地方 那分岔如果向下 可能它向下呢 連接到你的智慧線的時候 有沒有 有些人會這樣 得感情線 這樣的感情線 代表什麼 它呢 就是對於一件事情 或對於一個人 它好的時候呢 真的好到底 就像剛剛律師說的 哇 如果那個人喝醉啊 他還會很貼心 幫他叫車 溫馨接送 幫你想到你的生活 都是服服貼貼的 但是呢 這麼心思細膩的人 然後對他這麼好 有一天你背叛他 他真的會很難走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我今天對你付出 我認定這個人了 我認定這個事情了 我覺得是百分之百 所以他是屬於這種 比較你要說有奴性嗎 也不太算 因為他就認定了 所以有些人呢 他不輕易交往 也不輕易戀愛的 為什麼 因為他 除非他很認定 他覺得這個人是我喜歡的 他家庭背景如何如何了 他一旦認定了 他真的就是 往死裡轉 所以像這樣的來講呢 當你背叛他 或是溝通不良的時候呢 他唯一的方式就是 可能會遇失俱焚 要就大家一起得到 不要就不要這樣子 所以他的人生呢 好像你會感覺 好像只有 就是很黑白的兩面 其實也不是 只是說 因為他對你付出太多了 所以當你了解 你的另外一半 是這種個性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是需要 有耐心 時間好好的溝通 因為這樣的個性的人呢 他不喜歡丟一句話說 因為我就不愛了 他會覺得 他的付出是沒價值的 真的 對 所以要記得 好 看一下第三款 固執相 到底有多固執 長怎樣呢 看眉毛 如果你的眉毛呢 連接 我們講這個 兩眉頭之間叫印堂 對不對 如果你的印堂中間 很多的雜毛 或是這個雜毛呢 已經連成一條線了 代表連心眉 也代表一致眉 代表什麼呢 這樣的人呢 個性比較固執 而且不知道變通 因為他常常呢 就是個性 通常會比較負面一點 你問他說 好跟壞 你要先聽哪一個 他一定說 那我先聽壞的好了 因為有些人 他會覺得說 我好像不配擁有好 然後呢 我覺得我聽到 好的事情 覺得好像不真實 所以像這樣的人呢 他個性會稍微固執 但帶一點 比較負面的情緒 跟悲觀 所以呢 這樣的人呢 你就是比較 不知道變通 所以做 你跟他講 一些事情啊 有時候我們可能 有些腦筋 比較靈活的 你跟他說 A跟B C 你可以怎麼做 但是呢 你千萬不要跟這種人講 要你就給他A的選項 你問他說 午餐今天要吃什麼 不要叫他選擇 因為他永遠不知道 今天要吃什麼 有時候你跟他講說 要吃麵還吃飯 他說 不知道耶 那你選好了 那你就真的幫他選好就好 好不好 所以像這樣的人來講 他就會有那種選擇困難症 所以當他 也是一樣 個性比較固執 認定了之後 他也不知道怎麼變通的 他可以 一個水餃 連續吃十天 可能也沒問題的 就是這種的 所以 認真一點講 他是比較專情的 負面一點講 他就是 沒有辦法接受感情的改變 好 所以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第四個 堅持到底 努力不懈 看哪裡呢 看他的顴骨跟梅林骨 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你的顴骨 跟梅林骨 比較突出的人 他做事情 就是比較 我要衝 我就要得到 而且堅持得到 我們的律師 像不像 他的梅林骨 全骨也都 真的 不然官司 我要贏 要嘛就贏到底 堅持 如果他覺得這款官司 既然他覺得 自己評估已經沒把握了 他就說 輸也沒關係 因為他自己答案 已經先認定好了 他可以接受一些事實 他不是每一件 都很堅持要贏嗎 不一定 但是他 像這個個性就是 他接到這案子之後 他看不會贏 他會介紹給心理師 對 他介紹給心理師 這種就是愛拚這個樣子 那種就是覺得說 我這樣要做 我就要做到底 那當輸呢 也不能輸太慘 就是像這種個性 所以他的個性 會比較強硬一點 所以面對這樣的人 你千萬不要激怒他 也不要硬碰硬 你越激怒他 他就好啊 那就來拼囉 我沒再怕 就像這種個性呢 有時候你看到 可能外表很溫和 但其實他就是 外揉內港型的 所以像這樣來講 他是永不放棄 所以千萬不要得罪我們的律師 他一定會告到底 所以以上四款 什麼面向呢 都是屬於執念比較深 但是如果你正面思考一點 來講的話呢 他就是屬於一種 他可以正面的力量 去達到成功的目的 所以如果說 像這樣 其實他都有一種折散固執 往好的方面想就是這樣 所以以上 給大家參考 來這邊問一下 有律師說什麼情況之下 被害人可以申請保護令 那申請保護令之後還需要注意什麼 其實保護令現在保護的方法非常廣 不是說只有身體上的暴力 其實精神上的暴力 你經濟上面的控制 其實被害人都可以去申請保護令 那就像剛剛瑞德哥講的 不是只有家庭成員 你前配偶 前夫啊 那個前妻啊 甚至你前的 那個前男朋友 前女友 其實你都可以去申請保護令 不過其實坦白講 就像瑞德哥講的 其實保護令都是事後去救濟 那很多客戶會問我說 那我申請保護令的時候 對方會不會知道 那其實在通常保護令的時候 法院都會開庭 對 會不會知道 知道一定會 對方一定會知道 所以有時候 的確在申請一些保護令的狀況 對方知道之後 反正會更厲害 我愛你耶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對啊 所以真的有時候 保護令 你在生意保護令的時候 在那一段期間 你真的還是必須要 非常小心 很要小心 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因為畢竟 雖然說現在的警察機關 或司法機關 或是那個防治中心 其實保護得很好 但是在很多 像瑞德哥講 那個極端的案例底下 其實你還是要自救 等別人來救 真的是來不及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